参考消息网11月20日报道,美国纽约时报网站,11月18日,发表该报亚洲主编参攻,开的文章没有失败的土地证,中国过去40年摸着石头过河,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仍是美国的两倍多,世界上有许多人深信,美国正在退离世界舞台,而中国的时刻才刚刚开始。 文章称,1984年的秋天,在世界的另一面,罗纳德里根正在做出黎明重现美利坚的承诺,那个时候,中国刚从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动当中复苏,虽然农村的情况已经有了点起色,但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。 那时候,每个人在哪里工作,每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,每件东西卖多少钱,都有政府决定。 文章称,中国经济已如此之快递速度发展,了如此之长的时间,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,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转型。 曾经看上去,那么遥不可及,现在,中国在很多数字上去世界之首,方产主,互联网用户,大学毕业生,以及按某种算法亦案富翁,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。 文章称,这个曾经与是隔绝,贫困落后的国家,已逐渐发展强大。 文章称,世界很认为它可以改变中国,很多方面的确改变了,但中国的成功如此之惊人,以至于中国也常常在改变世界,并改变美国人对世界如何远传的认知。 文章称,至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,不存在简单的解释。 他们有远见和运气,有技巧和强烈的决心。 中国人研究了莫斯科的命运,并对此念念不忘,他们决心从其错误中吸取教训。 文章称,如今,中国每个地区,城市或省份的领导人,每天都在努力,把企业吸引老当地来。 这是一次非同反响的在葬,苏联人没能做到这点。 文章称,中国循序渐进的行动,在不触碰计划经济的同时,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,最终超越计划经济。 中国领导人称这种渐进的,实验性的方法为摸着石头过河。 这些方法包括,在保持土地的国家所有权的同时,允许农民种植出售自己的作物,在经济特区取消投资限制。 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保留这些限制。 文章称,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,冒了许多风险。 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也许是允许外国投资,外国贸易进入中国。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,而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。 中国利用了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,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崛起。 当然,中国仍然有前进的石头。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,在过去四十年里是美国的失败,现在仍是美国的两倍多,世界上有许多人深信。 美国正在退离世界舞台,而中国的时刻才刚刚开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